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抗议期间,大家在家没事做 今天就让我们来讲一部韩国犯罪片《灵里的人们》 影片主要讲述为一名拳击冠军 如何靠着拳头瓦解一群见不得光的政治人物 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我们的影片 小马是一名拳击教练 也曾经参加比赛拿过拳击冠军 性格正直,喜欢打爆不平 因为实在看不惯自己的拳击协会成天只会打假拳 欺骗年轻人的钱财而出手打了副协会长 接着便决定辞了教练这份工作 找到了一份在外地当女校体育教师的工作 刚到城镇的小马就遇上了小事故 导致车子不能继续行驶 等待拖拉车到来的同时 小马注意到了布告栏上的寻人启事 寻找的是一名叫秀妍的高中女孩 刚进入城镇,就打了通电话给自己的学徒警员 期间注意到这里正在进行选举活动 随后便发现了四名女孩似乎起冲突 于是便上前阻止 其中一名女孩就是我们的女主小美 她便是那位到处接群人启事寻找秀妍的女孩 两人从小就是好闺蜜 几乎形影不离 但是秀妍的神秘失踪让小美一直难以接受 夜晚,小马在练沙包的时候 发现这里的人竟然当街炉女孩上车 而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是一名叫郭老板的人在幕后指使 另一头的小美不知社会险恶的一人在路上流荡 随即便感觉有人正在背后偷偷跟踪她 但回过头却没看见人影 害怕的赶快上了一辆巴士逃过一劫 隔天,小马来到女校正式上班 成为体育教师兼学生主任 在向所有同事老师介绍过后 校长便发了任务给小马 由于他之前在信用卡公司做过收债的工作 于是他接到校长给的第一个任务 便是向那些还没交学杂费的学生收回这笔钱 这个月的月积是必须达到80%以上 寻找学生的过程中 他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挺仰慕美术老师 然后遇到了前任学生主任 前任告诉他中午的时候去食堂 会比较容易寻找到还没给钱的学生们 随着他找到了几名学生 结果却是理所当然的拒绝给钱 遭到冷眼嘲讽后 小马也不放弃地继续寻找学生 接着便找到了小美 在一番恳请下 小美意识给出了拒绝的答案 中途上厕所的时候 却意外发现有一名男子从旅厕走了出来 但没看清样子 以为是清洁工便没多家理会 接着就接到了校长的巡逻任务 主要是去城镇上巡逻看有哪些学生翘课 小马在城镇上 看见学校的理事长正在发表选举演讲 随即也发现了刚翘课逃跑出来的小美 小美顺着嗅员留下的物品而找到一家酒吧 为了能更快地找到嗅员 便偷溜了进去 站直青春年华的小美 很快就被一群小混混抓住 索性小马偷偷跟了上来 小美才得以逃过一劫 两人从一位陪坐小姐那得知 秀源曾经在这里上班 至于详情就必须问这里的领班大姐才知道 转眼间就到了夜晚 小马开着车送小美回家 途中因为小美不了解小马的用心良苦 而吵了两句 随后小美就选择自己一人步行回家 走着走着 却突然来了一辆车停在小美的面前 感觉事情不对劲的她 正想打电话求救 谁不知电话却掉在了小马的车上 小美拔腿就跑 不料那名黑衣人迅速用电机棒把她给电晕了 索性小马及时赶到 再一次的救了小美 把小美送进医院后 众人第一时间便是报警处理 由于秀源失踪的案件已经报警多时 却没任何回应 不料警方给出的答案极度敷衍 在问了学徒警员后得知 如今是选举时期 除非能得到秀源 实系亲属的委托书才能受理案件 第二天一早 小马就不迟千里的找到和秀源相依为命的奶奶 把直系亲属的委托书处理好 便交给了学徒警员 回到学校后 发现有学生偷偷在女厕抽烟 于是便气冲冲的冲了上去 找了半天却没找到学生抽烟的证据 反而是找到藏在芳香机里的监控器 把监控器里的视频放在电脑里播放 看到一个男人穿着和美术老师类似的外套 为了求证 却到美术老师的座位上 发现了一模一样的外套后 还意外的发现秀源失踪那天有上过老师的车 紧张的小马立即打了通电话告诉小美 最后一个接触秀源的就是老师 谁不知小美此时已经上了对方的车 冷静的小美没有马上告诉位置 而是通过手机信息告知 期间老师的车停在了一辆警车对面 小美多希望能够让对面的警车注意到自己 可是为了不打草惊蛇而没做出任何动作 过后 小美看见秀源曾经最喜欢的蝴蝶索石扣 竟在老师车上 此刻的老师因坐贼心虚而直接把小美给打晕了 当小美醒来后 已经身处老师的家里 正当对方要做出禽兽之事的时候 小马又一次的及时赶到 随着小马一记猛男拳 老师当场被打倒 在两人一轮严厉拷问下 老师缓缓地道出了真相 那天晚上 秀源打了通电话给老师要求送他回家 上车后的秀源两眼无神 一副生无可恋的模样 在接了一通电话后 便要求老师让他半路下车等别人的接待 避欲无奈下 只好把秀源放在了一个偏僻的厕所 但因为心有不安而掉回头的老师 却已经看不见对方的踪影 而是捡到了秀源的手机 说完后 警察也找上了门把众人给带了回去 小马不断要求警方查看秀源最后一通电话是谁 警方却只是复原了事 实在看不下去的小马就找到学徒警员 要求他帮助查看秀源的手机 回到学校后 全校人都在新闻上看到了偷拍女册 和秀源失踪案件与美术老师有关 与此同时 理事长以职位不符合解雇了小马 小马思来想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过后便接到了学徒警员的电话 告知在河里发现了一名女尸 而这名女尸正是小美寻找已久的秀源 得知消息的小美和奶奶情绪彻底失控 奶奶因此倒地不起送进了医院 小马和小美陪在奶奶的身边 紧接着便觉到学徒警员的电话得知 秀源最后通话的是酒吧负责人郭老板 没了工作的小马只想帮小美找出真相挖出凶手 于是便动身赶往酒吧寻找郭老板 见到对方后 不料郭老板等人恶话不说就出手攻击小马 见情势不对的小马也立即反击 曾经拿过拳击冠军的他 可谓是一拳一个小朋友 趁人不备的郭老板拿起刀子偷袭小马 只见小马成功躲产 最后再送了几发猛男拳给郭老板 成功把对方打成落字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小美再一次的被老师给绑走了 面临危险的小美却在这期间 知道了关于秀源之死的真相 秀源遇害当晚正在酒吧上班 但奶奶突然生病导致秀源需要赶紧回家 在向理事长请求帮助时 却被身后的委员长拉进了房内 而理事长则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学生竟然在这酒吧上班 秀源为了能够顺利脱身 于是便出手打伤委员长 然后在司机逃跑 秀源打了通电话给老师 过后却被郭老板以奶奶的性命威胁留下 郭老板去到约定定点后 却发现老师正捂住秀源的嘴巴 导致对方窒息 很快的理事长便赶到现场 理事长监视对老师拳打脚踢 然后再一顿乱骂 在打骂的过程中得知 老师就是理事长唯一的私生子 为了帮儿子脱身 而动用了一堆人际关系 谁不知身后的秀源竟然还活着 为了不让外人知道这个秘密 理事长便动手杀了秀源 正当老师要对小美伸出魔爪时 小马又一次的及时赶到 但这一次却被对方用刀插了一下 怒火充电的小马 直接使出全身的力气一拳打在老师脸上 这一拳下去 成功把老师也打成了弱智 解决完死变态 小马立即开快车 把奄奄一息的小美送进医院 画面一转 这天晚上正是选举之日 理事长因为在背后 搞了非常多小动作和手段 因此理所当然的坐上俊手的位置 想到理事长嬉皮笑脸的样子 小马实在坐不住 拖着受伤的身体为民除害去了 兴高采烈的理事长则安排着庆功宴 小马的车子却突然飞了出来挡在前面 小马看着眼前这个为了身份地位 不惜一切代价的男人 二话不说 并一拳砸碎了车镜 此时 警车赶到现场 理事长洋洋得意地以为 这群警察是来保护自己的 不料警方却是通过调查 发现理事长与秀妍之死有关 而将他逮捕 随着上任与卸任都是同一天 居民纷纷把所有有关理事长的宣传 都拆了下来 而小马知道小美安然无恙后 便一声不吭地独自离开了 这个不属于她的犯罪之都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说实在的 小帅我其实挺喜欢 马东西这位大叔演员 他总是带着那种铁汉柔情的气质 实在叫人喜欢 如果各位小伙伴想看这部电影 可以在下方简介里找到 再次观看的链接哦 也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一篇见